在老百姓的眼里 三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无论是是农工商还是泛夫走卒 都有自己喜爱的三国英雄 比如曹操手下的徐楚 也是大家喜爱的英雄 尽管他为奸雄曹操服务 曹操为什么选徐楚做保镖 这说明徐楚很有本领 其一 徐楚武艺高强 在三国里 徐楚和典为马超张飞都有对手戏 他一出场就受到大家的关注 三国演义上说 黄金和一世孤 因数百起奔走葛碑 正行之间 山背后撞出一军 为头一个壮士 身长八尺 腰大石围 手提大刀 截住去路 和以挺枪出营 旨意和 被那壮士活鞋过去 于众着忙 接下马受负 被壮士竟驱入葛碑物中 却说典为追袭和以道葛碑 张氏引军赢柱 典为曰 如意黄金贼爷 张氏曰 黄金数百起 尽被我擒盖物内 为曰 何不献出 张氏曰 你若赢得手中宝刀 我便献出 为大怒 挺双脊向前来战 两个从臣之舞 不分胜负 各自少些 要知道典为是三国时期的一流战将 徐楚和典为能不分胜负 可见徐楚确实很英勇 不过三国治理比这更神奇 当时汝南阁被贼兵万余人攻打徐楚 徐楚寡不敌众 战得筋疲力尽 箭矢也用完了 下令男女都去找大使御敌 当敌兵冲上来时 徐楚飞时退之 于是贼兵便不敢靠近 直到粮食将近 徐楚驾翼与贼请和 商量用牛换取食物 贼兵把牛迁走后 又自己跑了回来 徐楚便去振钱 拉着牛的尾巴行走百鱼步 贼兵大惊 不敢再来取牛 从此怀入尘凉之地 听到徐楚之名都感到畏惧 其二 徐楚虽然酣直 号称虎吃 却欣喜如发 徐楚对曹操忠心耿耿 担任曹操的护卫 曾多次救驾 书上说 时常从事徐他的谋为蜜 以楚尝试左右 但知不敢发 似楚修夏日 他等怀刀入 楚至下舌心动 即还事 他等不知 入账见楚 大惊恶 他色辩 楚觉知 即即杀他等 如果不是徐楚 这次曹操肯定很麻烦 其三 徐楚为了曹操 不怕的罪人 资料记载 曹人自荆州来朝夜 太子魏初 如与楚相见屋殿外 人呼楚入便作语 楚曰 王将出 便还入殿 人亦恨之 或以则楚曰 征南宗氏重臣 将以乎君 君和故辞 楚曰 彼虽轻重 外翻也 楚辈内臣 重谈足矣 入食和私呼 可见在徐楚心里 曹操是第一位的 尽管曹人是曹操最信任的爱将和兄弟 其四 徐楚不酗酒 这个是好品质 三国里没有记载许楚烂醉如泥的场面 其实作为保镖 不许久是第一位的 你看点为是多厉害的名将 但是当曹操醉酒泡妞 引发晚成一场血战的时候 点为因为烂醉如泥 被人给弄死了 尽管临死还很悲壮 杀死了张秀很多大将 不过差一点曹操为此而死 而儿子曹昂 侄子曹安明就因此而丧命 其五 当时人狠出许楚 曹操争西凉 几乎为马超所困 但马超后来投鼠忌起 因为畏惧许楚不敢上前 据史书陈寿三国志魏书十八卷记载 原文如下 其后太祖于遂 超等丹马会语 左右皆不得从 为将楚 超负其力 应欲前突太祖 素闻楚勇 宜从其是楚 乃问太祖曰 公由虎后者安在 太祖故知楚 楚称慕之 超不感动 乃个霸 可见曹操玄 徐楚留在身边 主要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 徐楚武艺高强 胆子又大 当时名声又高 又不怕曹操清贵的挑衅 虽然让人很放心 请不吝点赞